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艺术大家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 毕卡索·格尔尼卡战争的黑白哀歌 2. 悲惨世界音乐剧《革命与赎罪》的旋律 3. 阿凡达电影《一星世界》的视觉盛宴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毕卡索·格尔尼卡战争的黑白哀歌 各位亲爱的艺术爱好者,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幅让人既爱又恨,既震撼又困惑的画作,毕卡索·格尔尼卡 这幅画,它不仅仅是一幅画,它是一首诗,是一部戏剧,是一次革命,更是一声对战争的怒吼 首先,让我们来设定一下背景 想象一下,1937年,西班牙内战如火如荼,而小镇·格尔尼卡就像是被选中的不幸彩票得主,遭到了德国空军的无差别轰炸 毕卡索,这位西班牙籍的艺术天才,当时正在法国,他听闻这悲剧,心中的愤怒和悲伤,化作了创作的动力 格尔尼卡,是一幅巨大的画作,它的尺寸大概是3.5米乘7.8米,差不多跟一辆小巴士差不多大小 毕卡索选择了黑白灰的色调,这不是因为他当时买不起彩色颜料 而是因为他想要透过这种报纸照片的感觉来传达一种直接赤裸裸的真实感 画面中,你可以看到扭曲的马,受伤的士兵,哭泣的母亲和他的死鹰,还有那个仰天长啸的公牛 这些形象,就像是一个个悲惨世界的符号,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首战争的黑白哀歌 但是,毕卡索并不打算让观众轻松地理解这幅画 他像是在玩一场艺术的捉迷藏,将各种象征和隐喻藏在这些扭曲的形象之中 有人说,那个公牛代表着暴力和野蛮,马则象征着人民的苦难 但毕卡索本人,却从不明确解释这些符号的含义 他说,让观众自己去理解吧 这就像是,他在对我们说,你们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来吧,给我们来一场智力的决例吧 格尔尼卡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它不仅仅是一幅画,它成为了反战的象征 甚至在联合国的大厅中都有它的复制品 提醒着世界领袖们战争的残酷 这幅画就像是一个时代的良心,一个永不沉默的警钟 最后,我们可以说,格尔尼卡是毕卡索对战争的一记重拳 是他用画笔写下的一篇愤怒的文章 他告诉我们,艺术不仅仅是未了美 它还可以是一种力量,一种改变世界的力量 所以,下次当你站在这幅画前 不妨试着听一听那些扭曲的形象 那些黑白的色彩,它们在低声诉说着什么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悲惨世界音乐剧 革命与赎罪的旋律 各位亲爱的观众,学生,音乐剧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那不让人心灵震撼 内线崩溃的音乐剧《悲惨世界》 这部作品不仅仅是一场试听盛宴 更是一堂关于革命与赎罪的深刻课程 而且,我敢打赌 它比你大学时代那些乏味的历史课有趣多了 首先,让我们来点背景知识 《悲惨世界》是根据法国作家维克多 雨果的同名小说改编的 这部小说厚得可以用来练举重 但音乐剧却将它巧妙地压缩成了三小时的情感过山车 这部音乐剧自1980年在巴黎首演以来 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 走遍了全世界的舞台,感动了无数观众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革命 不,不是那种上街丢石头的革命 而是音乐剧中的那场1832年的巴黎六月起义 这场起义在历史上只是个小插曲 但在《悲惨世界》中 它却成了年轻人追求自由、平等、不爱的象征 音乐剧中的红旗飘飘和听 《人民在唱歌》这样的曲目 足以让你感受到那国子青春的热血和理想的火花 当然,如果你是个现实主义者 你可能会想 嘿,这些孩子真的以为唱几首歌就能改变世界吗 但这正是音乐剧的魅力所在 它让我们相信 哪怕是一瞬间歌声真的能够撼动世界 再来谈谈赎罪 《悲惨世界》的主角让瓦尔让 他的一生就是一部赎罪之旅 从偷了一块面包而被判刑 到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和善良的市长 再到最后 为了拯救一个孩子而牺牲自己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人可以改变 而且永远不晚 每当瓦尔让唱出 《我曾经梦见过生活会是这样时》 我们都能感受到 他内心的挣扎和希望 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个人的故事 也是一个关于人性的故事 最后 我们不能不提的是 音乐剧中的其他角色 有没有人注意到 那对为了钱财不择手段的夫妻档 德纳迪埃夫妇 他们的歌曲 总是让人忍惧不惊 提醒我们 即使在最悲惨的世界里 幽默感也是必不可少的 而那个可怜的方听 他的《我梦见了一个天堂》 几乎成了每个试图进入 音乐剧界的女演员的必唱曲目 这首歌 不仅仅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 也是对未来希望的渴望 总之 亲爱的朋友们 《悲惨世界》 不仅仅是一部音乐剧 它是一部关于人性 爱 牺牲 希望和梦想的史诗 每一次观看 都会有新的感悟 每一次聆听 都会有新的启发 所以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音乐剧 我强烈建议你去体验一下 如果你已经看过了 那么 何不再看一次呢 毕竟 正如维克多 余果所说 生活中没有什么 比追求光明更美好的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阿凡达电影 《一星世界》的视觉盛宴 阿凡达 《Avatar》 这部于2009年上映的电影 由詹姆斯 卡梅隆 James Cameron 指导 可以说是当代电影技术的 一次大跃进 它不仅仅是一部电影 而是一场视觉革命的盛宴 这部电影将观众带入了 名为潘多拉 Pandora的一星球 那里的景观之美 连地球上最狂野的梦境 都要自愧不如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 这部电影的视觉效果 阿凡达 使用了当时最尖端的 动态捕捉技术 将演员的表演 转化为电脑生成的 那美人 NA6 角色 这些蓝皮肤的巨人 看起来既神似人类 又充满抑郁风情 他们的眼睛 像是深海中的发光生物 既深邃 又充满智慧 而他们居住的 潘多拉星球 则是一个生态系统 极其丰富的奇幻世界 有漂浮的山峰 会发光的植物 还有各种奇形怪状的生物 这些都是利用 当时最先进的 CGI技术创造出来的 这部电影的 另一大卖点 是其3D效果 当年 阿凡达上映时 3D电影还是一个 相对新鲜的概念 卡梅隆导演 不仅仅是将3D 作为一种噱头 而是真正的 将其融入叙事之中 让观众感觉 自己就像是 置身于潘多拉星球上 可以触摸到 那些奇异的植物 感受飞翔生物 掠过头顶带来的风 当然 除了视觉效果 阿凡达还探讨了 一些深刻的主题 比如对自然的尊重 文化冲突和帝国主义 这些主题在电影中 通过人类 与那美人之间的冲突 不过如果我们 把这些严肃的话题 放在一边 这部电影 其实还有一些幽默的地方 比如 那美人学习 人类语言的场景 或者是主角尝试 驯服潘多拉星球上的 野兽时的种种滑稽情节 总之 阿凡达 就像是一场奇幻旅程 它让我们的眼睛大开 同时也让我们的心灵 得到了一次洗礼 它证明了 电影不仅仅是故事的载体 更是一种 可以带给人们视觉震撼 和情感共鸣的艺术形式 而且 如果你在看电影时 不小心吃掉了3D眼镜 那么 你可能真的需要去 潘多拉星球 寻找一副新的眼镜啊 哦 对了 那里的眼镜可能会发光 还会和你说话呢 亲爱的观众 我们今天探讨了 三个令人惊艳的艺术作品 毕卡索的格尔尼卡 悲惨世界音乐剧 和阿凡达电影 这些作品 都是艺术史上的经典 每一个都因其独特的风格 和深刻的主题 而受到赞誉 毕卡索的格尔尼卡 让我们感受到战争的悲伤和毁灭 它是一幅黑白的哀歌 一个对战争的怒吼 这幅画的影响力 远不止于艺术界 它成为了反战的象征 提醒着人们战争的残酷 它告诉我们 艺术可以是一种力量 一种改变世界的力量 悲惨世界音乐剧 带给我们一场 关于革命和赎罪的深刻课程 它让我们相信 歌声真的能够撼动世界 它是一场关于个人和人性的故事 它让我们相信 人是可以改变的 而且永远不晚 阿凡达电影则是一场视觉盛宴 它带我们进入了一个奇幻的一星世界 让我们感受到了那里的美丽和神秘 这部电影 不仅仅是一个视觉效果的突破 它还探讨了一些深刻的主题 比如对自然的尊重 和帝国主义的冲突 艺术作品总是让我们对世界 有了新的观点和思考 它们可以是一个时代的良心 一个改变世界的力量 所以 亲爱的观众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这些作品 有什么样的感受 请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